我是万万没想到鸡蛋居然还能这样做 三个鸡蛋就做出来了满满的一大盘 首先碗中打入三枚鸡蛋 将鸡蛋打散 然后放入鸡蛋一倍的湿生粉 搅打均匀 平底锅中刷少许的底油 薄薄的一层即可 锅不要太热 将蛋液摊成蛋皮 趁它没有完全成熟 将它折起来 用勺子的背面拍打一下 然后将摊好的蛋皮 改成小块 切成视频当中的这样零形块即可 碗中剩余的蛋液 放入切好的蛋皮 翻拌均匀 使蛋皮表面薄薄的包裹了一层即可 油温两层的下入蛋皮 小火缓慢加热 将蛋皮炸至飘起 慢慢的鼓起 油温保持在三成热左右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 然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清水 放入一勺的棉剥糖 将糖炒至拔丝状 下入之前炸好的蛋皮 翻炒均匀 可以再撒一些白芝麻或者是黑芝麻 这样做的拔丝鸡蛋香甜酥脆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别忘了对着屏幕点亮